其實不一定說植了骨粉就一定要蓋骨膜 但蓋骨膜的作用就是 比如說我們植了骨粉 為了說這些骨粉可以生好 不會說那些牙肉會生過來 所以我蓋了一張骨膜 是阻止這些牙肉生過來 有一種情況是我們剝了牙之後 那個牙洞周邊是我們自己的骨頭 這些牙肉是不會生過來 這個情況下我們植了骨粉之後 就不用蓋骨膜了